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阿根廷 大家可能会想到畜牧业 足球 坦哥 充满巴黎风情的布宜诺斯艾里斯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曾经被称为世界粮仓的阿根廷 曾经历一段以反共为口号的政治肃清行动 这段阿根廷白色恐怖时期 也被称之为肮脏战争 超过三万人遭政府拘捕 从此不知去向 在翻开今天的主题书前 先让我们回到1973年的阿根廷 他是胡安培隆 在1973年第三次回国担任阿根廷总统 他从1946年到1955年统治阿根廷 长达十年之久 历史对培隆的褒贬不一 他是个崇拜法西斯主义的民粹主义者 在他任内为工人与妇女争取权益 培隆党在当时几乎成为阿根廷底层人民的政治信仰 然而培隆一连串错误的经济社会政策 导致二战后景气不佳的阿根廷 经济持续恶化 政府贪污也日益严重 1955年培隆最终遭军队推翻 被迫流亡 直到1973年 他又再次回到阿根廷 赢得总统大选 然而好景不长 这位强人总统就职不到九个月 便于1974年逝世 培隆过世后 培隆主义中的极右派 阿根廷反共联盟与极左派志愿军 矛盾见长 更以暴力暗杀等手段互相攻击残杀 1976年 军方发动政变 并在美国的默许下 大规模搜捕黑龙党领袖 与其他党派政治人物 知识分子 甚至连记者与学生 也难逃秘密肃清 这段期间的政治受难者 巨估可能高达三万人 除了这些失踪者外 军政府更将政治受难者的孩子 当作战利品送养 许多孩子不知去向 更有些孩子由军政府成员家庭收养 这样被杀父仇人收养的荒谬处境 也让许多政治受难者的后代 在成年得知真相后难以面对 直到1983年军政府垮台 创达八年的黑暗统治期终于结束 但直到今天 仍有不少人在寻找 他们失踪亲友的下落 肮脏战争成为阿根廷人的 集体历史创伤 肃清的恐惧氛围 宛若幽灵 弥漫在阿根廷人的心底 而阿根廷作家也纷纷以此为题材 写下一系列颇具真实性的作品 2011年阿根廷作家帕德里西欧普隆 写下了《父亲的灵魂在雨中飘升》一书 书中主角由德国返乡照顾病危的记者父亲 意外发现父亲热衷于调查 一桩2008年小人物 阿尔多贝尔和西布尔迪索的失踪案 小人物的失踪带给小镇居民 无比恐慌 甚至走向街头 要求警察早日破案 随着布尔迪索失踪案迎来侦察终结 主角也在大量的侦察报告 发现父亲之所以关注失踪案 是为了阿尔·贝多尔的妹妹 在1977年肮脏战争中 失踪的新闻系女学生阿利西亚 而作者也在父亲对阿利西亚的追查文件中 让父亲身为裴隆党员 历经同伴被抓捕死亡的伤痛 再次浮现 帕德·李西欧·普隆 以黑色悬疑小说形式 双线对比了两起失踪案所带来的恐惧 并透过主角破碎的记忆 不愿回忆的懦弱性格 对比父职辈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也投射出阿根廷人面对这段历史的矛盾 与抑郁状态 父亲的灵魂在《雨中飘升》这本书 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这个叙事者一开始很讨厌他的爸爸 他总觉得爸爸隐藏着什么东西 他不喜欢 可是随着他开始进入爸爸所在意的这个案件 跟着他爸爸的这些线索来调查的时候 他才发现他从来不认识他爸爸 而当他开始认识的时候 好像又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觉得身在台湾 我们来阅读阿根廷的这本小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意义在 一方面他提醒我们 必须好好花时间 去理解我们生命的源头 到底发生过哪些事情 另一个则是我们去看看外国的 那些经历过肮脏战争 白色恐怖的人 然后来想一想 我们在台湾有没有机会 又再上演相同的事情 一个国家如何面对集体历史创生 作为记者与语言学家的帕德里希欧曾说 残忍的历史会不停循环 而想要摆脱循环的唯一方法 就是每个人尽可能地去谈论它 即便过往满目疮痍且充满伤痛 但仍要努力面对 准备好要认识不一样的阿根廷吗 翻开父亲的灵魂在雨中飘升 来看看阿根廷人 如何面对充满伤痛的历史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作书告诉你